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当时还是对外比较封闭的 相当封闭的国人 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界这么大 有这么多的国家 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 那么后来又有考证是魏元呢 受林哲学的委托 把这四周子增补为这个海国图治 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 历史 科学 技术 发展等等情况 而且结合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 主张事宜长计与质疑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两人我想都是属于真言看世界的先驱者 到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题目 不是这个真言看世界 而是谈谈世界真言看中国 虽然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21世纪 西方的这个主流媒体 由于中共的原因 长期误导了世界的舆论 导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了解 经常是非常扭曲的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过去数十年 西方媒体老是炒作中国崩溃 中国崩溃论 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 中国要崩溃 苏联结底后又预测中国会补苏联的后城 分崩离析 那么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 香港回归前他们也预测 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繁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他们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 那么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 他们又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 又被西方一些人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结果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 中国没有崩溃 中国在迅速崛起 而中国崩溃论显然是崩溃了 那背后的原因就是我有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析过 我说西方对中国的解读充满了一种 我叫做新愚昧主义 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 第二个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偏见 第三个是西方文化的偏见 那么更确切地说 这三种偏见加在一起混合在一起 就是我叫做新愚昧主义 这是与中世纪欧洲愚昧主义相比较的 当时欧洲这个启蒙运动 本质上是用理性主义代替了愚昧主义 所以应该说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 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 当然它也带来很多问题 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探讨 但随着就是这个世界进入21世纪 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 以及整套这个化学推向了绝对 形成一种我叫做新的愚昧主义 结果自然是读不懂中国 甚至可以说也读不懂西方自己的很多问题 然而西方也有对中国认识比较清楚的人士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先生 到今天的英国学者马丁亚克等等 我想都是属于这样的有识之士 那么这次疫情爆发以来 特别是中国成功地抗击疫情 又使西方更多的人开始睁眼看中国 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应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总体上还是负面多于正面 但随着西方国家自己的疫情防控 这个荒腔走板伤亡惨重 客观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呢 显然多了起来 而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个2020年武汉解封 和去年这个十月国庆长假的报道 我想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 我自己从中得出两个印象 一个就是他们总算承认了 中国是真的把疫情控制住了 大家知道这个西方主流媒体 一直在说中国的这个疫情数据是做假的 不相信中国真的把疫情控制住了 但从这次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这样怀疑的比例大大减少了 那么去年8月我看法新社报道武汉解封 它叫做武汉风潮 武汉wave 报道这个回归正常生活的武汉人 这个报道后来在世界上 包括英国的卫报 CNN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加以专载 那么不少外国网民表达对中国的羡慕之情 连BBC啊CNN等等西方主流媒体 都这个做了一些报道 中国各地的人流 人山人海 英文叫做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第二呢就是他们真的看到中国经济复活了 那么西方主流媒体 从中国国庆长假等活动中 看到了中国井喷式的这个消费需求 从经济开始走上了正轨 那人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恢复了正常 我想中国将成为2020年全球五一的一个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那么我昨天看到就是RMF 国际货币金融组织 他们的预测 可能这个2021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高到8.2% 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也做了这样的评价 说他们从中国的这个国庆的情况中看到 中国展现这种自信 中国所展现这种疫情 能得到控制的一种自豪感 自信感 他说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 特别在欧美国家 在印度 在巴西 疫情还在肆虐 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所以一个14亿人的国度 成为全球大疫情下的 一个唯一的一块超大规模的净土 成为一个经济社会生活 满血复活的地方 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感到欣慰和骄傲 当然这些西方主流媒体的 相对客观报道 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恨铁不成钢 那么纽约时报 这个2020年3月13号 曾经刊登过一篇 带有自我反省的文章 长途北京一个作者 叫Ian Johnson 他是这样说 他说中国为西方争取的时间 西方却把它白白浪费了 中国不得不应对 一起严重的突发事件 但西方国家政府 几周前就收到了通知 但西方国家好像 没能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 并对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 视而不见 甚至局外人想说 中国的经验是特殊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他们又认为中国离得太远 传染病肯定不会传播到那么远 传播到我们这里 但在作者看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 外界特别是西方 都执着于中国的政治体制 有问题 而低估了中国经验 对他们的价值 那么像Ian Johnson 这样的西方作者 想用中国抗议的成功 来刺激本国政府 醒悟过来 积极投入战役 那么这次相对而言 最能够睁眼看中国的群体 应该说是国外的科学家群体 和医护专业人员的群体 他们很多人都密切关注中国的战役 高度肯定中国一整套的防控措施 疫情爆发后 世界无人组织就派出专家组 前来中国了解情况 我记得世卫组织 访华的专家组组长 加拿大的流行病学专家 布鲁斯艾尔沃德 他就说 这是世界上唯一被证明的 确实有效的方法 当时西方媒体有人问他 中国做法不是侵犯人权吗 艾尔沃德是这样回答的 不是的 这是伟大的人道主义 他多次谈到 我亲眼看到中国人身上 表现出一种巨大的责任感 要保护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国家 要保护人类 他说这让人动容 他说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们的心情工作 他们非常愿意分享 他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 他们谦虚而不傲慢 有责任心 那么他说 我之前就说过 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 让我庆佩 也很受鼓舞 那么在总结中国经验的时候 艾尔沃德直指核心的问题 他说中国战役成功的经验 核心是速度 资金 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实际上他就是批评西方的抗议模式 没有速度 缺少资金 缺乏想象力和没有政治勇气 那么西方很有名的 对医学杂志有业刀的主编 Hunton先生 在英国BBC一个节目中也说 他说天哪 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们发了五篇中国科学家的 关于新冠疫情的论文 这些文章都明确讲了 这个病毒是致命的 有高度传染性的 但他说英国等西方国家 都选择忽视 他说这是丑闻啊 整个二月份都给浪费了 我们不应该在这种姿势 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月的 januar 这儿是出发的 这个证明 的信息从中国 是完全确定的 那一新病毒 跟患者的可能性 是在城市 人们被读决于医院 读决于医院的医院 然后死亡 然后死亡的死亡 我们知道这十十十五天前 然后我们被试图 那么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 叫尤瑞斯基 他在一个网站上发表这么一个观点 他说我现在对中国充满了羡慕 我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但随着感恩节的临近 我发现自己渴望在中国看到那种自由 进入秋冬之际 美国疫情再度失控 而在中国人们可以自由行动 旅游下馆子上剧院 那么孩子们上学不用担心健康问题 他说他和他的中国朋友之间 就是有一些交流 中国朋友和他们分享了 中秋节国庆假期间到处旅游的照片 我当时真是羡慕他们 现在更加羡慕他们 那么瑞士的一个预定影响报叫时报 12月6号发表一篇文章 中国人为什么不怨恨他们的政府 文章这样说的 他说许多外国人都认为 中国人应该抱怨 应该怨恨他们的政府 但民调这个结果却发现 中国的民众对政府是最为乐观的国家之一 他分析了四个原因 一是他说中国和美国民众 现在年龄中位数是一样的 37岁左右 但是美国的年轻人 从出生以来只知道战争 经济危机和收入停止 而中国的年轻人 则经历了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稳定时期 贫穷几乎被消除 他们的生活比他们的父母一倍更好 二是中国的成功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管控能力 实际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用25年时间建成了庞大的 现代化的铁路公路网络 以及十分高效的数字基础设施 三是中国近代史 他们了解因为帝国主义外国势力入侵 而遭受百年屈辱的历史 也了解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最后就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大家认同个人自由 集体繁荣之间要有一种平衡 不少西方学者发表了有一定深度的反思文章 比方说法国政治学者布鲁纳吉格 3月19日他这样写的 他们要承认西方体制无效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体制 再次显示它的优越性 要想战胜这样一种疾病 对人类的威胁还是需要有一个国家的 但西方的国家在哪里 公共卫生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吗 它能够很快地建成一些医院吗 在一个外在深重 公共财政都是负数的国家 在这里公共部门被私有化 被摧毁 国家只是为金融利益集团服务 他强调西方能够做到 中国所做到的十分之一 他调侃法国世界报 曾经发表过的社论 当时疫情刚刚爆发 这个世界报社论说 这意味着一种体制的垮台 它指中国的体制叫垮台 但布鲁纳吉格说 不过现在看来垮台的体制 是西方自己的体制 那美国一位资深的学者 经济学员 大卫·保罗·格德曼 他在2020年春季号的 克莱雷蒙书评上 发表了一篇长文 他这样说 他说 面对中国的经济 军事技术上的全面崛起 西方世界显然是疑虑重重 但至今仍然云里雾里 不知如何理解 一个二十年前被西方学者认定为是即将崩溃的国家 为什么今天成了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 他文章这样说 他说 美国战略家们似乎都认为 我们正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在打交道 要是那么就太容易了 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人对他们最有才华的科学家说 发明点新东西 我们给你一枚奖章 也许再给你一根腊肠 他写道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喝醉酒的腐败的苏联官僚 而从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 最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 美国面临着令人生畏的事情 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他务实 好奇 坚决 适应性强 雄心勃勃 实际上这个Goldman 他对中国的描述 以我经常讲的文明性国家这个观点 有点意趣同工 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数千年的古老文明 同时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正在某种意义上重新界定现代性 那么最后作者感叹 中国能够在一个月里面就分享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 而且十天内就能够建成两个千人病床医院 他说中国就像一枚双级的火箭 第一级的火箭是出口驱动的 炼价劳动力驱动的这种经济发展 使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 变成一个繁荣的城市国家 城市化巨人 那么现在第二级火箭 特征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 机器人技术 物联网 以及供应链管理 还有大数据 推动一种新的工业革命 那么作者认为 美国对中国的全球这种雄心壮子的回应 已经失败了 他说这个失败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长期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和决心 二是我们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做他这样的时候 他说我们老是用帝国这个概念 它唤起人们对军事征服和殖民占领的记忆 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实体 中国的目标是一种 它叫间接控制与同化 而不是帝国统治 他这就避免了帝国对外国的军事承诺和过多的干预 他说通过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来锁定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作者承认 美国对中国没有简单的回应方式 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 也没有任何捷径 实际上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的一种全球突破 他将改变这个星球上每一个居民的生活 包括美国人的生活 那么他引用这个美国有很著名的心理学家 叫易沙白库布勒罗斯 他这个做了一个就是关于人的悲伤 这样一个五个阶段演变的一个模式 他说由这五个阶段演变模式 来看美国对中国决击态度的演变 那么人的悲伤呢 根据这个心理学家是经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否认 第二阶段是愤怒 第三阶段是讨价还价 第四阶段是沮丧 最后呢就是接受事实 他这样写 他说过去十来年中 美国一直否认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 我们无法相信一个 世世代代被视为贫困的代名词的国家 能够与我们竞争 与我们平起平坐 那么其实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 总统我们已经转变为愤怒了 就第二阶段了 那么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不久将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 我想坐着指的可能就是 美国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时期 坐着没有接着往下这个预测和推论 但顺着他的思路呢 估计讨价还价之后就应该是沮丧 直至最后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这时候我想起就是美国英语中的一个 经常说的成语 如果实在无法打败你 那我就加入你 也就我经常讲的中美关系上 恐怕只有经过一定的交锋 才能更好地交流 总之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中美关系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务必保持充分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 时间有利于我们 历史在我们一边 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张教授演讲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掌声 有请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级 全球治理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 黄仁伟教授演讲 有请 关于世界看中国 今年特别需要提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世界面临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摆脱 而且创造经济的一个大的 重新崛起的这么一个奇迹 这不能不让世界重新思考 这个中国的奇迹从哪里来 第一条 全中国的人几乎是一条形 你看去年春节 整个中国万众一心啊 守在家里就是最大的爱国 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 第二个 我们全国的医疗各种资源 可以一下子集中起来 援助湖北援助武汉 这样就把武汉保卫战 坚决的在两个月里头 把它彻底的打升 全国再不会出现第二个武汉 你看美国纽约出了最早的问题 没有人去援助它 联邦政府也不管它 美国的各个州都是各自为政 结果出了几十个纽约 几百个纽约 就在整个美国爆发 第三个呢 我们也有不足 甚至也有失误 但是我们纠正的非常快 一月份时候出现的 武汉的一些情况 很快在全国再也没有出现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 随时开随时关 已经有那种比较固定的 封闭模式 变成一个控制中的开放 这控制开放的机制 只有中国可以做到 这是中国在2020年 创造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基础上 我们创造了第二个大的奇迹 就是中国的经济 再一次高速的增长 上半年还慢一点 可能是第一个季度还是负的 第二个季度 二到三 第三季度就到四以上了 到第四季度 我估计要六以上 明年 世界上最权威的机构 都已经预测了 中国可以到八 增长率 那么同时期 欧洲美国 包括日本 还会负增长 或者至少是 零到一之间 这样 中国就把原来 追赶美国的速度加倍了 所以我们 从那个疫情前 百分之六十六 美国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六 到今年 已经超过百分之七十了 年底有的人 预测是百分之七十五 我不敢说这么高 但是其实是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 西方一些重要的 经济预测机构 都已经 把中国追赶美国 达到世界总量第一的时间 大大提前 有讲三零年的 有讲二八年的 有讲二五年的 不管怎么样 以前美国认为是不可能 中国要超过美国总量 不可能 后来说可能 但是至少二零五零以后 四零年以前也不可能 现在说三零年的 已经是保守了 十年内 总量超过 已经是保守了 所以中国现在非常自信 所以二零年 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美国脱钩 这两件事 使我们下决心 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 这一个牌子 打出去 真的把美国吓坏了 中国可以依靠 自己的内循环 保持它的 百分之四 到五的增长 这也是个大的积极 那么内循环为主 再加上外循环 比如说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是今年世界经济中 唯一的亮点 除了中国市场以外 一带一路 同中国的贸易 平均增长百分之五到十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全世界增长全部下降 投资下降 贸易下降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贸易 和投资全部上升 而且很有意思 因为疫情中 发达国家的生产停了以后 对中国的出口的需求 大大增长 今年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增长了百分之八以上 所以美国要脱钩 实际上害了谁呢 害了美国自己 脱钩的结果 是它从中国市场退出 退出以后 它再要进来 就很困难了 一个中国企业自己 把美国原来的那个份额 拿回来了 第二 欧洲日本 会强美国的份额 所以美国脱钩越重 美国将来在中国的利益越小 这也就是为什么 拜登上台后 他要适当的放缓 而且明确的说 我们不搞脱钩 他已经认识到 脱钩是美国的灾难 我们不怕 我们已经做好内循环的准备 你要脱钩 我们就内循环 但是你没有 中国这块蛋糕了 所以世界看中国 就在2020年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舆论中 还有一些抹黑中国的话 但是我看 华街日报 纽约市报 华盛顿邮报 开始登一些 他们的忏悔的文章 他们觉得自己 前段时间做得不好 做错了 开始认识中国做得比他们强 这些西方媒体开始发生变化 那么 我就先讲到这儿 好 好 谢谢黄教授 谢谢两位教授的演讲 刚才张教授就说 就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睁眼看中国 最客观 最早理性的一批人是像科研人员 学者等等在内的 那是不是最后一批能够客观来看中国了 就是我们平时一直说的 可能一些政治人物 我想这个 这有一定道理 就是科学家因为他的职业决定 他更加尊重事实 结果真正的好的 一流的科学家 都非常尊重中国的做法 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政治人物就更麻烦 因为这个特别在西方 结果都是律师出事 这个比例非常之大 他的这个出发点不是完全的事实 而是 所以他自己各方面利益的考量 不实事求是 理性的缺位 就为了拿选票 为了一时的喝彩 就拼命的这个乱讲 但我想最终他自己要尝到苦头 你看这是很大成就 因为中国这样做 我们就不能这么做 中国戴口罩 我们不戴口罩 中国封城我们不封城 结果就出大问题 对 就这样的非理性 这样的价值观先行 某种程度上 只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手脚 黄教授刚才演讲当中 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就是您说的在抗议过程中 我们是一种控制中的开放 你去感受这个词很有意思 它其实都讲究一种平衡 这个平衡感 这种拿捏 它考验的是一个政府 怎样的一种治理能力 你说得很好 这次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治理能力的比赛 治理的竞赛 我们一面讲全球治理 还不如先讲自己的国家治理 在这个国家治理中 这次我们叫大考了 中国不能说百分之一百的满分 但是八十五分到九十分是可以的 美国的这个基本上是不及格 可能比不及格还要差 所以中国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改革开放 一直是有控制 有控制的改革开放 有的时候节奏快 有的时候节奏慢 有的时候门放得大一点 有的时候门放得小一点 但是我们始终是改革开放 没改 但节奏 关键就是节奏 对 所以您看说起来好像这种节奏感 分寸感的拿捏 好像是悬而又悬的东西 但其实并不是 我们仔细去研究它 发现这个真的是关乎一个 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的很重要的指标 中国因为它这个过去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 经常讲这个 就是发展改革稳定 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个拿捏非常重要的 缺一不可 但是它的火候有时候不一样 我经常这个就跟美国人也讲 跟欧洲人也讲 你们真的要解放思想 客观看看中国成功的经验 很多你们是可以借鉴的 这次防空疫情也是的 这么多的经验 是 其实刚才两位也说到 科研人员 学者 他们可能是会率先理性 客观看待中国的一群人 但是他们客观看待中国了 这样的一种客观 这样的一种理性 它能传递给更多的人吗 这些声音能被普通人接受吗 我自己觉得就是 在西方社会 特别像美国这样的 高度激化的社会 要理性思维非常难 首先是两个极端的人群 支持拜登 支持特朗普的 互相都是恨不得把对方 一棍子打死 政客恨不得把对方放到监狱去 然后你对方的新闻 比方说一派只看CN 一派只看Fox News 两个新闻报告的内容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谣言 所以那个就是 经济学家Stigley 他有一句话讲得对的 他说就是 一个社会它一定要有个权威 来界定什么是真相 现在西方就真相没有了 而且说各种奇怪的观点 所以这个是 西方界面人的问题 所谓这个西方民主政治 就我讲的变成一种 维持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 因为我们有成功 他们的舆论就自然会改变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但是我们问一个客观的问题 就我们讲的中国的这种智力能量 我们的这些优势 它跟我们的文明 还是牢牢结合在一起的 它是我们文明文化的基础上 生长出来的一种力量 那对于西方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真的要能够理解中国文明 理解中国文明的魅力 是不是客观上是有难度 对 就是中国人整个成功 归结为实事求是 就尊重事实 那么西方呢 它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哲学里面 一直认为 一定有一个鲜艳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绝对正确 如果你和这价值不一样的话 那么是你有问题 是事实有问题 他们说这个理论肯定对 事实要纠正 我们很多经济学家 这样的嘛 中国经济说得挺好 这个不对 这个跟教科书不一样 都是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西方的一个大问题 你先去看到实践中也是 你看他们很多报刊问的问题 包括我刚才演讲中引用的 就是瑞士报纸说的 为什么中国不抱怨政府 纽约时报也登过的 为什么中国还不崩溃 等等 就这样的情况 就他们从价值观来说 中国跟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你就应该抱怨 你就应该崩溃 你就应该抱怨 结果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要克服这一点 那么实际上在英国的哲学当中 他是比较注重经验和实践的 他有这个传统的 把这一部分军造回来 而比老师迷恋的时候 价值观 其实中国的文化 它具有很大的普世性 它之所以能存在五千年 它一定是符合人类的 很多本质的东西 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 土生土长的 但是现在不管是 儒家 道家 还有其他孙子兵法等等 各国都在写 这里都包含了很多人类 普遍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 治理能力 治理的体制模式 终究也有很多 在其他国家借鉴的 这种地方 对 中国一直是睁眼看世界 我们也受惠于其中 所以其实也很希望 就是其他国家 不光是看中国来 也可以看其他的国家 睁眼去看对方 这真的是一种开放的胸怀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想 就让大家来看中国 是不是我们自己 也还要再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用更好的一种方式 让大家来了解我们 这个是让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太多了 最近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中国新一代 就像在座的年轻人 这一代人的崛起 他们特点就是 平视喜望 相当自信 总体上三观相当准 这个很有意思 那你看他们这个 因为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 能力很强 很有创意 特别是最近 你看几个例子 我就想到 一个是那个叫 乌合麒麟 那幅画 像他画了好些 有很强的冲击 你看出来这个画家 他是很有思想 而且对西方的这个 文化艺术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他很多这个图画 他是西方人 他能看懂的 那个我上台看到一个 我觉得也很震撼 也是个90后的一个画家 画那个中国2098 他一个系列 他叫工业彭克风 非常震撼 像华尔街那样 挂这个中国的宣传画 这个我觉得 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有关部门 要让这个年轻人 发挥他们的创意 真的来自民间的这个高手 跟西方话语较量 把一个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世界 这个传达给外部世界 包括对我们自己 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教育 我甚至觉得 这年轻人可能会 引起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文艺复兴是有世界意义的 是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们 就张老师 寄予厚望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话题 想讨论 来 欢迎这位朋友 三位老师好 我叫吴欣远 是一名学生 我想问一下 现在世界各个主流力量 都开始睁眼看中国了 但是我也注意到 就是反而在我国学界 有一些学者 还有老师 依然是觉得西方 什么都是好的 但是在看中国的时候 就觉得 对我们的中国道路 包括中国文化 都是颇有微词的 就我们作为普通学生 面对这种情况 应该如何去应对 谢谢老师 实际上 这个有些学者 他通过大数据分析的 就是中国这个自信 随着年龄 有变化的 那么大致从85年开始 85后开始 就是越来越自信 这些人确实出现 普遍这个问题 就是在大学里 这个学生比老师自信 老师很多 60后70后 还比较多 由于西方话语的 长期影响 他有点不太自信 是这样的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政治学 经济学 法学 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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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充满着矛盾 充满着问题 解释不了的地方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中国新代学者 大有可为的历史题 对 构建中国原创的话语体系 其实你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 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来 欢迎这位 三位老师好 我是严宇 之前在欧洲工作 然后目前从事 视频内容的创作 然后老师刚刚也提到 乌合麒麟的一幅漫画 其实网上还有别的作品 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 是一首说唱歌曲MV 叫傲貌岸然 然后还有乌合麒麟 自己的第二幅作品 Apologize 这就是你要的道歉 然后就很有力地 回击了别人的那个攻击 我们写了那么多新闻稿 他们都不会认真的 去看一个字 但是几幅简单的作品 就让他们不舒服了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很讽刺的现象 但是中国人来讲 他的性格就是低调内敛 谦和有理 这一点我在海外生活 三年是深有体会 所以我想问三位老师 作为新时代 我们年轻人 如何去改变这种文化 基因里的定式 去用西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去更好地传达 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文化 谢谢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么难 因为实际上 包括我们这个节目上 也是做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坦诚的沟通问题 即使你是不同意他的观点 所以他的观点 完全是违背事实的 你可以严厉批评 也可以侃侃而谈 都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发挥 自己的特长和风格 但总体上就是 西方是承认实力的 西方喜欢直来直去的 你知道这些两点 所以你直来直去 没有问题的 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的 一见封喉等等等等 但同时也可以就客客气气 大家这个谈笑之间 把问题就给说清楚 都可以 我觉得不必太 这个纠结什么方式 因为我们传统是谦虚 你看过去我们 当时我还在欧洲 我们请国内很有名的 这个大学者来讲 比方说中国的经济 我们典型的这个学者 他态度就是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专家 我也不怎么懂 对大家都习惯用这个开场版 你不是专家 你来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这方面 我就是研究的比较透 我给你们探讨一下 有什么问题 可以向我提 什么问题都没有关系 这样就是西方 比较喜欢的方式 实事求是 我认为中国也在变化 中国学者也在变化 我跟美国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 我跟美国人打了三十多年交道 我的经验是 你不要惧怕 美国的他不讲理的地方 你一定不能去 但是不去福不等于不讲道理 我要讲超过你的道理 我要比你更多的事实根据 我要抓住你的要害 你那个核心的缺点 你那个利润的根本的错误在哪里 我一下子就给你点出来 几十次几百次都有效 试了无数次都有效 而且越这样 美国人对你越尊重 下次越要听你讲 另一个呢 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固步自封的 我们有毛病的承认毛病 但是这个毛病 不是你讲的那个毛病 这个毛病是中国 自己可以治好的毛病 这个就是区别 再有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几个艺术家的 这个在国外产生的影响 软实力一方面是内容 一方面是形式 就是我们内容好 形式不行 现在要掌握好的形式 这就把内容才能传播出去 TikTok 这就是一个新的形式 一下子进了美国 商议人看着这个 弄得特朗普 吓得要死 要封掉他 结果90后的美国人 一直起来反对 他也不敢封了 我们要学会 用最新的形式 传播中国最新的内容 好我们再来看这边 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来欢迎 三位老师好 我是刘昊 华东师范大学的在读硕士 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的政治制度跟社会组织形式 只有在疫情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才能够展现出它的优势 而在平时 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更能够激发市场的活力 请问该如何反驳这种观点 谢谢 我理解你这个问题 也是有些人的看法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假设我们 现在大家普遍都承认了 我们的战役 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那他说 你这个时候特殊情况 但你平时恐怕就不行 这很道具 我们经常讲的 你这个成功总是 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对不对 这个机遇总是做好准备的人 那我们这些基本的理念 人命关天 自由自律的平衡 对不对 不要把任何东西绝对化 然后不仅关心自己 也关心他人 关心社会 这些都是平时东西 再加上我们整个组织系统 整个社会的结构 迅速的联动 高效率的组织 就是在我们基因里的 对我们这个帮助武汉 湖北市掏心掏肺 西方任何国家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另外就是 在平时情况 现在这个 就是西方虚构的一种 或者西方话语虚构 就是中国人 没有创新精神 因为你这个政府压抑 因为你没有言论自由 等等 但现在连西方主流媒体 都开始发觉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 包括对深圳的描述 对上海的描述 对杭州的描述 对北京中关村的描述 你看见 现在是他们很多在模仿我们 包括你看TikTok 很多Facebook 他开始模仿 但模仿不成 不像样 到不了这个水准 背后像是我们这个 大规模的 超大规模的市场 然后应用之后 在迭代升级的快 然后一到国外 就占领人家的市场 所以中国已经是个世界 创新 最活跃的创新 人民充满了创意 当然我不排斥 就是很多地方 我们还有向西方 学习借鉴的地方 包括我们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一开始 我们也定位 就是中国这么一大国家 应该有一台 就是一流的思想性的节目 开放的 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我们也要朝对方的领域 所以我们也是 西方的启发人 让我们说完全可以 中国也可以做出来 对吧 这个是我们也愿意 请外国人来一起讨论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否定 好像说西方的国家 或者美国就做得不好 他们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学习 但是刚才这位朋友 提的这个观点里面的 第二部分 就是说平时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自由民主那一套 自由民主那一套 我们可是在节目里面 也解构过很多次 就是对西方 这个要深深的 要有认知 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西方民主啊 他从希腊到现在 也两千多年 但是最近发生了很多问题 这个民主啊 越搞越不灵了 特别是美国 这次选举是充分暴露了 美国民主的失灵 甚至于是造成美国的撕裂 而且这种撕裂 可能要维持持续十年以上 我们看不到现在 弥合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是第一次 在全世界面前 共同期盼美国的民主 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好 这个治理体制也好 它不是危机体制 危机中当然 效果非常明显 它平时的体制也是很有效 你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有一个春节的 这个全国的春运 差不多有五亿以上的人 在那里流动 先回家再出来 中间还有走亲访友呢 对 还有旅游 这么大的规模 几乎没有乱的 也没什么大的自然问题 也没大的生命问题 这个算不算平时啊 这不算危机吧 还有 现在我在做一台路研究 我们中国各种企业在海外 跟各种外国企业共住 相处得很好 然后就建立了几百个中国企业的海外园区 这些园区就在当地就表现出优势 在中国园区里的企业都有竞争力 离开中国园区就差了 这个是活生生的一个模式搬过去了 所以四百多个中国海外园区啊 现在成了这个中国的产业链延伸的字典 这不是个园区问题 它里头包括企业 包括里头的企业里头的管理人员 和每一个中国工人都表现出比较高的数字 既有几率也有自由 这是中国的制度的特点 所以不光是说在抗议的时候 其实抗议的时候 因为它很紧急 它越能看出一个制度的力量和魅力 事实上你看我们说 世界睁眼看中国 或者我们睁眼看世界 彼此在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 汲取发展的力量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 很有启发性的事情 总书记那句话就是这么说 各个文明之间没有冲突 但是重要的是要有发现 各种文明之美的眼睛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好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 下期节目再见 请关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这就是中国官方账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伟伟说 转发行动作 听张伟伟说 主要来到中国